本章分享的是创投的对赌方式 那我们今天讲对赌 它到底有哪几种方式 那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业绩对赌 业绩对赌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讲说 在几年后或三年后四年后 我们业绩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那这就是所谓的业绩对赌 然后股权对赌的话 就通常来讲也是就是可以搭配一些业绩 或者一些条件 甚至于我们可以说 如果我们这家公司的时候 没有上市 或者在五年后内没有上市 那么股权会做什么样的分配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股权对赌 那业绩对赌的时候 它对赌方式不见得只是股权 它甚至有可能是说 那就太换西优 或者说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就董事席会多两席 像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对赌的形式跟设计 然后我们今天来讲 也可以是一种管理权对赌 那管理权对赌 不外就是管理团队的替换 又或者我们今天讲是董事团队替换 那就是陈如刚才所讲的 可能你有设定某一个特定目标 那如果没有达成的部分 那这个虽然说 今天创投它是一个比较小比例的股权 它可以增加两席独立董事 或者说我们今天来讲 它可以指定独立董事 又或者说它今天可以以很小的补权比例 去增加一起董事 那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对赌 那上市对赌最常见 那创业者千万不要跟人家赌上市对赌 因为上市对赌这个东西 那你就要考虑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十足的把握 那上市的话 这个市到底是上哪一个市 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有人会讲好像境外上市 或本地上市 或者我们今天讲新三板上市 那这种东西都可以作为一个对赌的赌局形式 那有一种说法的话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赌回对赌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创投公司 它要求你达到一个目击业绩 那创业者没有办法达到 那你可能跟他讲 你觉得非常有信心 那如果万一真的没有达到的时候 你愿意把这一个股份赌肥一定比率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赌回对赌 那赌回的话 当然基本上来讲 每股它会有所谓的金额 有的甚至会提到说是本金 那本金加几倍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获利保上倍数 然后再来的部分的时候 在对赌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跟创投讲了一个比例 我们承诺的一个业绩 那外面有做到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股权会变债权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双方设计 那当然我们讲 可转债大多数都是债权变股权 它是鼓励 鼓励创投可以得到更多的股权 因为对它有意义 那如果万一公司经营不善 或者公司的目标没有达成 那也没有可能这种方式就会更改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提到说 我在2017年去听一场演讲 然后他是一个董事长 然后他甚至也是总经理 然后在那个演讲者他在讲 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穷人的总经理 他也是一种穷人的董事长 那乍听这一家话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还蛮怪的 为什么身为董事长怎么会穷呢 后来听他这么一讲 他说他是一个很早期就得到创投益注的公司 那这家公司也一直都有成长 那也一直都有赚钱 可是问题啊 创投对赚钱定义跟创业家对赚钱的定义是不一样 他说创投那时候的定义的话 是年成长率的20% 30% 40%以上 每年就是一点是一点是往上乘 那看他公司虽然有赚钱 但是没有办法年年成长 因为你每年年成长的时候 你要搭配的人事 你要搭配的业绩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因为他们当初在签约的时候 就签了一个所谓的赎回 所以说基本上创投愿意 就是说给这个创业家 有一个比较好条件的赎回 也可以说他是分批啊 甚至于说这个创业家 后来就用公司去跟银行借了一大笔钱 然后把这些股份都买回来 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代表说这个创业家 他可能欠银行好几千万了 那欠好几千万 虽然他的股份很多 可是他的股份除了他跟他投资的 没有人想买 然后重点是他今天 他公司虽然是赚钱的 但只是购付利息而已 那各位懂这意思吗 也可以说他今天在这个 这个欠银行的这一大笔钱之后 他虽然每年都可以还这些利息跟本金 但是没问题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的股票他也卖不掉 然后他就欠银行的好几千万 那试想如果有一天他垮台了 或者景气不好 我公司完蛋的时候 然后他的一生刚好就中止 所以在他的讲法是说满身债 刚好负利息 可是当初当初的时候 因为他有跟人家签这样的条款 而且他也为了跟创投打好关系 所以他就真的去实现这样的诺言 那只是他透过技术性的用债权的方式 然后去买肥这些股权 但是对他来讲的时候 他就他就每一年他刚好就负利息 而且他有那么多员工要养 那他也不可以说停就停 因为一停的话 他那些银行的欠债根本就没办法还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各位在创业的过程一定要很清楚 很清楚这些对赌的方式 或对赌的条件 或怎么去事先预防 那正常来讲对赌通常是不会发生在 那所谓的天使投资的 那如果在天使投资的时候 人家就跟你玩对赌 就好像我们今天来讲 创投通常都是小比例的股权 只有P1的话是大比例的绝对股权 所以说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如果天使投资的一刚开始就要跟你玩对赌 那这个天使是有问题的 同样如果一个创投在第一次跟你投资的时候 他就要拿大比例 这个创投也是有问题的 那这些都是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创业者的功课 各位要去学习 不要老是在那边看一些媒体的节目 都在那边讲 有时候蛮有趣的 你们要看到一些 他们会去定义说 创投人要怎样 要很坚忍 要很努力不懈 要敢于冒险 我个人觉得说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媒体娱乐的东西 并不能真正增加创业者对创投的了解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创业前途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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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